为众生分忧就是大乘佛法 恒常的坚持就能超脱凡尘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守戒律来远离三恶道 师父还说,守心念来远离颠倒梦想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念诵大悲咒,肚子痛很快消失 前两天,和先生孩子一起出门 到寺庙吃了斋饭 出来后,看到路边店有煮花生 于是买了一点 买了后才知道是冰箱里冻过的 吃了之后,过了一会儿,感觉胃开始隐隐作痛 很不舒服 我赶紧求观世音菩萨 然后嘴里不停念诵大悲咒 车子刚刚开过三盏路 到了下车的地点,胃就不痛了 真是太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了 大悲咒真的很灵验 感恩慈悲的师父把这么好的佛法传给我们 我一定好好珍惜,精进修行 广度身边有缘众生 感恩师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今天去健身房锻炼身体 洗浴后走到更衣室 快走到更衣厢前时 突然脚底一阵刺痛 当时我痛得就不由地叫起来 感觉踩到钉子了 马上抬起脚 从脚底竟拔出了一小块玻璃 这时,旁边一女生说是瓶子打碎了 我低头一看 这才注意到地上星星点点好多玻璃 因为近视眼也没看清 旁边还有一个女生也踩到玻璃了 脚底破了一小口 血流不止 拿着餐巾纸不停地按住出血点 找服务员拿创可贴包搭 而我脚底自拔出玻璃后 镜皮也没破 一点血都没有 走路也没有半点不舒服 就像没发生过这事一样 服务员都不敢相信 我说我每天念经 有菩萨保佑的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护法菩萨 保佑我又一次逢凶化吉 消灾免难 感恩何时 感恩童修的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前两天 我家先生早上起床 不明原因地右眼红肿 急着上班也没去看医生 我早上上香 给他的药精者画了七张小房子 下午 我家先生下班回来时 感觉眼睛好了很多 晚上上香又许了七张 第二天明显好转 等到第三天的七张 组合小房子画下去 下班回来时 完全恢复正常 小房子实在是太灵了 不打针不吃药就好了 感恩童修分享 这位童修分享道 今年作为全国高考的考生 我和同学一样都非常紧张 并且对高考根本一点把握都没有 高考前那段时间 大概是我修心灵法门差不多大半年 我就每天坚持做功课 并且几乎每天坚持念诵小房子 并且向菩萨许愿 保佑我能考出理想的成绩 高考后成绩出来了 其实并不是很高 我也知道和同龄的 但是能考上清华北大的同修相比 我实在还是太不经济 但我并没有放弃 因为录取结果还没出来 我并继续坚持念经 直到录取通知书出来 我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 专业也是我第一志愿的专业 虽然不是什么重点大学 但是也是我最想去的学校 感恩南无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的保佑 于是我现在来还愿 把我的这个小小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希望大家都能相信菩萨好好修行 菩萨一定会保佑最虔诚的弟子的 感恩和识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自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个孤儿 一个孤儿在马路上要饭 这个在大街上去乞讨 正好有一个妇人呢路过 这个妇人呢 路过之后 这个孩子说 先生啊 你可怜可怜我 给我十块钱吧 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啊 非常发慈悲心 就问 孩子啊 你父母呢 我不知道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 孩子你住在哪里啊 我就住在工厂里 废弃的仓库里 好 孩子你跟我来吧 先生 我只要十块钱 可怜可怜 你就给我十块钱吧 这个妇人说 我给你的 不会核子十块钱的 你跟我来吧 这时候 这个妇人一面走 一面想 我回去之后 叫我的佣人啊 给他好好洗个澡 给他理个发 然后换一套新衣服 请他吃晚饭 然后和我的孩子一起玩 给他睡觉 温暖他的心 让他融入我们家里的大家庭 想着走着呢 很快就到家了 这个时候回头一看 小男孩不见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 我们现代人 不接受别人的慈悲啊 总觉得要想自己得到的 那一点点的眼前的利益 如果我能得到眼前的利益 再大的利益 我也无所谓 因为他看不到将来 这就像台长说的 比尔盖茨说 我永远是拿着望远镜 在看着这个世界 所以他看到很远 所以我们学博人 如果只为自己所求 不知道付出 一旦眼前的积德利益失去 求佛不灵 马上就会放弃学佛 就犹如这个小孩一样 所以要知道 现在学佛是因啊 福报到来的时候 那才是果呀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行菩提 所得善根 接戒系回向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学佛的人 要重罪皆忏悔 祝福尽随喜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